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对话大咖直播间,我是主持人燕蓉 今天是24节气中的楚鼠节气 楚鼠即为初鼠,是炎热离开的意思 这楚鼠节气一道,意味着即将进入气象意义的秋天 这处呢,楚啊,那它就有这个躲藏和中止的意思 那楚鼠呢,就表示这炎热的主天呢,终于要结束了 在我国传统医学认为啊,秋三月,阴气由生而渐长 那秋季正是调养气血的好时机 皇帝内经提到,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 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运转的机器 这气血就是最根本的动力,气血不足,则百病生 而对于女性尤为如此 气血可以说是女性的根本 是我们能够保证美丽健康的秘密 因此,在秋季养生,应当注意滋阴润 使阳气收敛,养护阴气 由此,也为冬季养生做好准备 今天的对话大咖直播间 我们会聚焦于女性调养气血的话题 因此,我们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教授董晓英博士 那董教授不仅是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医生 同时,还是对中医典籍非常有研究的中医学者 今天的直播,就请董教授跟我们来聊聊气血养护的话题 董教授,请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好,欢迎咱们董教授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女性的话题 女性气血的话题 那大多数都认为,女性的美好期是短暂的 女性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 会感觉到脸色暗沉,好像变成了黄脸婆一样 其实,脸色暗沉,头晕眼花 包括大姨妈不规律等等 这些都与气血不调是相关的 那么中医里的气血究竟是什么 而对应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气血 接下来呢,就请董教授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中医的气血究竟是什么 好的 那么我们说气血是什么呢 气血是整个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 其实呢,气为阳,血为阴 老百姓通常说哈,这个阴阳都是要平衡的 所以呢,中医就认为阴平阳密,精神乃至 那么事实上呢,气血本身呢 它还是一个大的改阔 哎,人体,构成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呀 其实不仅仅是,哎,侠义上的气血还包括什么呢 它包括了精、气、血、精液 事实上它都是这类的物质 那么我们说正因为把气血提出来来说 是因为呢,气血具有着阴阳的范畴 那气血是从哪来的呢 我们知道啊,气血来源于脾胃的韵化 吃进去的东西要进入到你的胃里面 然后呢,利用脾这个机器把它进行转化 转化完了以后是什么呢 就形成了精微物质 这类精微物质呢,由脾胃要上乘于肺 那么在肺的喧发速降的作用之下呢 就能够不散于周身 在新阳的化斥作用下呢 就能变成我们的血液 所以我们通常想到了啊 人活一口气啊 这个人呢,要有气的主要的动能 才能够有生命意义的存在 那么血又是什么呢 血这种物质是流淌到,流淌在血液当中的啊 脉道当中的这种流动的液体 它依靠气的推动 所以说气和血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关系 叫做什么呀 气行,则血行 气质呢,则血于 所以我们又称,气为血之帅 血为气之母 总的来说,气血之间怎么样呀 一定要和谐 同时呢,它们是相互作用的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最终的目的是维护了我们身体的健康 嗯,好,非常感谢董教授的科普啊 那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今天的直播是 安利优选直播间和安利视频号直播间的双平台直播 也欢迎朋友们点击右上角的分享键 将直播间分享给需要的家人和朋友 如果您和亲人朋友们 有关于女性气血调养的相关话题 也可以打在公屏上 那我们的小助手会整理出来 在互动环节呢 请董教授统一解答 咱们今天同样有三次的互动环节 在中医里的气血和我们现代语医里的气血啊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中医里的气血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含义 那民间常说 男人要补肾 女人要补气血 似乎女性更加容易气血不足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气血不足又由你给女性带来哪些问题 请您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好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好 我们说啊 女子和男性呢其实不一样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气血阴阳的问题 那么就男女而言 可能大家呢也很清楚 男子呢为阳 女子呢爱为阴 那么女子呢通常说呀 有余于气不足于血 啥意思呢 就是气啊显得比血要略胜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哎这就谈到了刚才主持人的话题 叫做呀女子以血为本 为什么说女子以血为本呢 哎因为呀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当中 要经历着精带胎缠乳 哎这样的一个过程 哎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说不管 不光是月经啊 它要有精血 白带它要有分泌物啊 还有呢 哎要怀孕 孕育胎儿依然需要呢 精血 同时呢还要有 生出宝宝以后的 哺乳 我们想一想 这些生命过程当中的物质丧失 哎在女性当中呢 是显而易见存在的 所以说呢 女子以血为本 就是要重视血的调养 重视气和血之间形成的这种平衡和和谐状态 对于女性的生长发育呢 就是非常关键的 嗯好 谢谢董教授的分享 其实在前段时间 我们对话大咖做过一次直播 是从西医的角度来看待女性衰老的秘密 那么西医会认为 女性保持青春活力的源泉是雌激素 那特别想问一下董教授 那这个女性的气血不调的时候 对于雌激素会有什么影响吗 哎这个问题很好哈 女性气血不调 肯定会影响到雌激素的分泌 一想到雌激素 可能大家普遍认为呢 哎这就是专门的女性激素 其实不然 哎男性女性其实他都分泌雌激素 那雌激素呢 是由我们身体当中 女性身体当中的卵巢所分泌的 分泌雌激素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哎我们通常想让女性变得更美丽呀 对它影响到了女性第二性征的形成 让我们的皮肤呢更白细哈 让我们的声音呢更甜美等等 这样的一些问题 这只是外在的 事实上呢 雌激素呢还要调节人体内在的功能平衡 比如说呀 它就让你的子宫内膜呢开始增长 这样的话呢 才能有正常月经的一个基础 但是啊我今天想和大家说的是 大家不要忘记光有雌激素其实是不够的 一定还要有什么呢 一定还要有孕激素 所以在女性的一个月经周期当中啊 除了雌激素分泌 等到排卵以后就要有孕激素的分泌 那么孕激素像什么呢 雌激素如果像阴的话 孕激素呢就要像阳 让女性的子宫内膜呢 由增生期变成了分泌期 那么等到它月经来潮的时候呢 才能是一个顺畅的月经 所以说其实雌激素和孕激素的 相互和谐和平衡 正有点像我们中医所讲的什么呀 阴阳的协调和平衡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雌激素好不好 很好 但是单纯的雌激素的使用 也是不足的 一定要有什么呀 孕激素的配合 所以雌激素 硬激素和谐 阴阳平衡 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我们女性 气血的调和 气血调和以后 你是不是身体就能够平衡和健康了 嗯 好 感谢董教授的分享 我们看到评论区呀 也有很多的伙伴在留言了 一会儿的话呢 我们再进入互动环节 虽然说现在女性已经在社会中承担着和男性一样的社会角色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认同这女性天生的生理是不同的 女性还承担着生育和繁衍的重要工作 这也是大自然的安排 正是因为女性的特殊的生理结构 因此女性也非常容易亏气血 那么就请董教授跟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聊一聊 这女性最容易亏气血的几个特殊时期是什么 以及如果这几个特殊时期错过了 还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嗯 好的 刚才主持人说呀 亏气血 我这儿呢 要有一点小小的纠正 我们说气血不一定完全是亏 也就是不一定完全是不足 很多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她的不调和不协调 而造成了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的气血不足的现象 那么从女性整个的生命周期来看呢 在《黄帝内经》当中就谈到了 女子是要有一妻为一妻的 哪个妻呢 七岁的妻 所以小女孩啊 从七岁开始 我们叫做齿庚发掌 哎 我们看到了 女孩子是不是就开始 画牙了 哎 头发呢 就会变得 暴密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女性肾气啊 开始逐渐充盛的一种表现形式 那么 等到了二期的时候 二期是什么呢 多大呢 哎 十四岁左右啊 现在营养都比较好 所以这个时期呢 可能就提到了十二岁左右 前后两年都是可以的 那么叫做什么呀 叫做天鬼智 任迈通 太充迈胜 怎么了 而能有子 啥意思呢 就来了一个天鬼这样的物质 刚才讲 小女孩肾气在七岁的时候 开始要充盛 真正的充盛了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二期这个阶段啊 是肾经当中啊 肾当中的一种精微物质 就形成了 叫做天鬼 正因为有了这个天鬼 才能让小女孩就开始 怎么了呢 来月经了 所以在女性生命周期当中 这个时期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青春期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关键时期 这个时期呢 和人体相关的脏腑当中 最重要的脏腑就是哪个呢 刚才大家一听我说就明白了 就是肾 所以要让小女孩肾气能充盛 肾经能旺盛 能够正常的月经来潮 就是在这个时期 要调理好气血的一个关键 那么我们又知道 中医认为啊 肾是什么呢 肾为先天之本 原因原养之根 那么肾经要想能充盛 就得怎么样呢 一方面是来源于父母 也就是先天禀父的 父母之肾经充盛了 那么生出这宝宝 按时他的肾经就能够充盛 但是这是先天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 就需要后天脾胃功能的强盛 脾胃是什么呢 脾胃是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好了这边就出来气血了嘛 所以就让脾和肾之间关系协调 你的青春期就容易正常度过 否则女孩子在这个阶段呀 就容易出现月经不调啊 甚至脾气急躁一弄啊 总是和家长顶装啊 等等 甚至最终出现了情绪或者心理的一些问题 这是我们所说第一个时期 那第二个时期是哪个时期呢 就是女性啊 她的育龄期啊 我们说最佳生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哎 古人早就告诉我们了 是女子四期之时 四期是多大呢 就是28岁左右 28岁左右的时候 女性是整个生命周期当中进入了一个巅峰阶段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生产孕育 你的精子 你的卵子啊 是非常的优质的 和优质的精子结合 就能生出一个非常健康的宝宝啊 那么这个阶段主要调养的女性的气血 是哪个脏腑进行调养的呢 我们中医认为叫做择脂在脾 啊 就是脾胃的功能强盛 让这个气血生化有缘 你的宝宝 你的卵子才能够呢 是健康的 是好的 这是第二个阶段 那么第三个阶段 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那么就是女性进入了围绝经期了 哎 刚才讲到女性要来月经 要哪两个字呀 对了 叫做天鬼 那么如果女性要必经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女子七七 七七是多大呢 四十九岁左右 啊 这个时候叫做天鬼结 结衰结了 哎 地道不通 行坏而无子也 也就是说 这个女性就没有了生殖的能力 那么女性在这个阶段 主要的问题 有哪个脏腑让你的气血运行 才能够协调 顺利的来度过女性的围绝经期 啊 让她进入到老年期呢 我们说 择脂在脾和肝两脏啊 那么脾胃和肝气的舒畅 对于女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说 整个我们人类社会啊 发展到现代社会当中 尤其是呢 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女性的寿命已经越来越长了 大家可以通过 我刚才所算的 女性四十多岁开始进入违绝经期 然后步入到绝经老年期 到生命时期结束 其实可能占据了你整个生命周期的将近一半 所以我们如何度过这个违绝经期 对于很多女性来讲 是至关重要的 也是我临床上看到 很多女性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个阶段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 我们女性在现代社会当中 经历了这个 不但要有这个承担着产欲的责任 还有家庭的负担 以及工作的压力 等等这样一些结合在一起 对女性的整个的脏腑功能的损伤 或者让她失调 紊乱 最终影响到了气血的平衡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如何调好我们的气血 让我们的身体处于健康的状态 来顺利的度过人的一生 我想也是至关重要 好 非常感谢董教授的分享 那调养气血是女性非常重要的养生手段 也是我们一生都应该重视的事 这气血调养好了 我们从内而外都能够散发出来 健康美丽的光彩 我看到小助手也已经在整理不少问题了 接下来就进入到咱们的互动环节了 那刚刚我看到咱们的视频号 还有是您的忠实粉丝 在看关注您的文章 然后我们看到也有人在问 有没有回看 我们的直播是有回看的 好 那我们看 这个铃儿响叮当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相信是很多女性都有的 她说 这个如何去平安或平稳的 顺利的度过更年期呢 我想这个呢 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刚才我讲过了 更年期对于女性一生当中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说从现代医学上来讲呢 什么时候就进入违绝经期了呢 现代医学把它规定到40岁以上 中医认为呢是49岁左右 事实上我们说从40岁以上 女性对身体的关注就要加倍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整个《黄帝内经》当中就认为啊 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40岁其实是一个坎儿 怎么说呢 叫做年40英气自办 起居衰矣 哎 大家如果过了这个年龄 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人一过40以后 哎 你整个的机能呢 就开始下降 到了50岁开始 就怎么了呢 就开始脏 五脏功能的衰减 由哪开始呢 由肝开始 肝心脾肺肾 哎一直从5060708090到100 所以到最后就变成了什么呢 行孩独居而中矣 啥意思呀 五脏皆虚 哎 整个人的气血运行就失常了 失调了 好了 回归到我们刚才的问题 怎么样在微绝晶期 就能够调养好自己的气血呢 所以按照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的概念 我建议大家女性从40岁开始就要关注自己的 哎 生命周期的状态 气血运行的状态 怎样去关注呢 我们说人啊 不管是男人和女人 他是生活在自然界当中的 人以天地之起生 似时之法成 所以第一点就是要重视天人合一 我们说在整个天地之间 天在上为阳 地在下为阴 天之阳气降 地之阴气生 这样才能够化生万事万物 在万事万物当中 谁又是最可宝贵的呢 人是最可宝贵的 所以我们关注我们的生命状态 事实上呢 你是做的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不单要关注我们自己 更多的关注于你周遭的人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那么从40岁以上 怎样去关注呢 我们知道 人的气血功能已经失调了 那么我们就要看 随着自然界春夏秋冬的变化 按时来调养自己的身体 这是从一年的范畴来说 如果有人说 说那你说每天我该怎么做呢 那么从一天的自然周期当中 我们也要关注气血变化 叫做什么呀 叫做日出而坐 日落而昔 中医当中有一个名词 这叫做起居有节 最开始的时候呢 主持人说 说我们现在是秋三月 什么叫起居有节呢 秋三月 也就是说从丽丘开始 到整个地东前一天这段时间 秋三月此为荣平 天气以及地气已明 这个时候就要怎么样呢 就要早卧早起 雨季巨星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日常作息就开始要调整了 比起夏天来 你要更早一点睡觉 同时呢 早一点起床 跟着鸡打鸣一起起床 这是不是一天的 你的日常生活起居的一个调整了 当然从一年到一天 我们要起居有长 除此之外 其实最重要的 刚才我整个讲述了 就是你的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也就是调整我们的脾胃功能 我们的脾胃功能 在逐渐下降的过程当中 要让它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 也就是说 你就不要再怎么拉 胡吃喊喝 要规范你的饮食 有人说 董老师你告诉我怎么规范呀 我想告诉大家 叫做因人而异 所以中医认为叫做食饮有节 有节是什么意思呢 不管是你吃还是喝 都要做到 有节制 有节律 同时还要有结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我想告诉大家 在这一个阶段 还要重视脏腐功能 我们刚才讲了 整个生命周期当中 天鬼节就是肾经开始衰 也就是说 父母先给你的 先天禀赋的物质 逐渐开始 怎么了 衰退了 所以说呢 在这个阶段 如何调整你肾中阴阳的平衡 在调整脾胃的同时 坚固于调整肾 让她呢 能够缓慢的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平衡状态 我们说最终女性绝经以后 依然要阴平阳密才能健康 我们希望我们后半生 生命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 而不是说你活得很长 但是一直躺在床上 插着管子 被人照顾 是吧 那么就是让我们在一个低水平的阴阳平衡当中 来让我们生活得更快乐 更健康 所以说呢 在调脾的同时 在注重调肾 让脾肾呢 双股 让他们的生命周期呢 可以更绵长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健康长寿呢 就这三点是很重要的 嗯 好 非常感谢董教授的三点提醒啊 那我看到直播间里面 还有很多人都在问呢 关于这个月经不调的问题啊 有的说是月经短 有的是延期 然后呢 有的是提前 有的是月经量少 还有的月经量多 那这个女性这个月经 对于我们的这个女性健康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怎么样去看待这些问题啊 因为比较批量啊 所以说一起来问 好的好的 那我们来说说月经啊 月经这事呢 女性一定要关注啊 刚才我讲过 从青春期开始有月经开始 到最后违绝经期 绝经之来月经 最后一次来月经之前 这段时间 月经事实上呢 它是发生变化的 绝对不能一成不厌 我门诊上经常有患者说 说大夫都已经四十多岁了 他本来月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然后说 哎呀 大夫你快给我调一调 我现在比年轻的时候差远了 我因为什么差远了 说我的经量也不如从前了 我的周期也会有点乱了 这是不是不对了 那么我们综合评定这个人以后呢 我们发现它不一定是不对了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月经的问题 大家要关注哈 聊到月经 关注的是什么呢 月经的周期 经期 经色 经量 经质 以及月经前后的状态 什么是周期呢 也就是女性的正常的月经周期 大概多长呢 二十八天左右 如果你比二十八天还要提前一周 总是那么短 二十一天 甚至以前 这么短的时间就来一次月经 那么完全可以定义为 就是月经先期 肯定是一种病态 如果你是比正常的月经周期 推后 推后多久呢 两个礼拜 记着两个礼拜 大概四五十天才来一次月经 那就叫月经后期 当然我是有条件的 也就是说 从你开始来月经 规律的时候算起 你的月经会往后延 如果有人说 我青春期后来来了月经 月经规律了 每次都是五十天一次 特别准 那好 这是你特殊的禀父 那我们不算做月经 延长这个范畴 这是周期 第二个就说经期 经期女性月经 正常应该多少天呢 有人说呀 哎呀 董大夫快给我看一看吧 我的月经时间太短了 我说多短呀 我大概五六天就完了 我说五六天不对吗 说不是呀 我那个旁边的伙伴呀 他们月经都要七八天呢 可长了 有的到十天 我的血是不是太少了 大家记住 正常的月经周期呀 就应该是五到七天 这个范畴啊 这个时间如果超过了七天 甚至呢 超过十天就叫 经期延长了 那么说完延长之后 我们就来说说月经的量 多大量才算是正常的呢 哎 有的女孩子来找我来 说董老师我月经量太少了 我多大量啊 多大量 大家平时用日用卫生巾 日用卫生巾 如果你在月经量最多的时候 那一天 两个小时不换卫生巾 这个这片卫生巾呢 能十够三分之二以上 那你的月经量就还可以 啊 不要强求特别多的月经量 反而月经量过多 每一次都要带拉拉裤 这就是一种病态的表现了 我们西医认为什么叫月经过少呢 是小于五毫升 大家想一想五毫升是多少呢 哎 抽血 你每次去抽血的时候 给你抽的那一管血就到五毫升了 所以说呢 哎 如果是点点滴滴 护垫就能解决 那才叫做月经量少 好 再来说说月经的质地啊 我们说来出来的月经 很多女孩子说啊 说是不是我必须得有血块呀 不对啊 其实有血块的月经呢 反而我们发现它是有问题了 是有瘀了 而且呢 经前后 哎 能够表现出有月经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来月经之前有点乳房胀啊 脾气有一点急呀 但是不剧烈 这都是正常现象 如果说过分啊 经期的头疼 一来月经就感冒 或者肚子特别疼 痛经全身都疼 我得带个暖宝宝啊 或者是我就得躺在床上 这就是月经伴随症是绝对有问题的 那么最后回归 那么月经如果失调失常 意味着你的气血肯定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不一定是虚 大家记住 有的时候可能是迂之不畅 我们说气和血之间最开始我说过 一定是相伴而行 相互影响的 如果气运行不畅了 那是不是血也就运行不畅了 哎 就造成了血瘀 瘀制不畅 你的月经可能就会有血块 你的舌头就会有瘀斑 你的脸上就会有 哎 黄暗 变得黄暗 甚至呢 面部声色斑 这都是一个气血运行不畅的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月经 作为一个测度 自己气血是否失调的方式 是很正确的 好 非常感谢董教授的分享 我看到刚才有一个伙伴 他这样说 他说每次来月经之前 都特别火气特别大 爱生气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叫金钱综合症 那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 是怎么解释这个 以及如何去改善呢 好的 这个问题很好 很多女性来跟我说 我经常也会问 临床上会问 说你快来预经了 有没有金钱细症状呢 什么是金钱细症状呢 我刚才说过了 会有些不是 为什么会这样出现呢 刚才主持人问了 那前面我说过 你的磁激素和孕激素 要形成一种平衡 在来月经之前呢 孕激素 是在排卵以后分泌的 那么就形成了阴阳的平衡状态 那么也就是说 孕激素刚才我说了 类似于中医当中所说的阳气 那么我们说阳 为什么呢 阳就是有热之向 那么如果这种热之向呢 是气机油往上腻了 尤其是沿着肝经往上腻 为什么说到肝经呢 因为女子以血为本呀 刚才说过 而肝呢 又是藏血之葬啊 同时呢 肝又煮什么呢 肝又煮书泻呀 书泻的是什么呢 书泻的你的气机呀 书泻的你的情质呀 女性呢 这个很特殊的人群 本来就特别爱小心眼儿 是吧 本身女子呢 就容易呢 由于情绪而影响到肌体 所以在你的月经前期 我们说气很盛的时候 这时候肝的疏泻功能 如果不调了 气机就会上腻了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的乳房胀了 甚至有点疼了 甚至那乳头一碰还会疼了 这就是哪的问题了呢 气腻出现了 胀和痛的现象 那么如果仅仅是气腻 或者是有点淤质气质 可能您仅仅仅表现出胀 如果这个气腻 时间稍微一长 这人说 我又特别爱吃麻辣烫 胃里面特别想吃点刺激的 一吃进去一些火热制品 再来点酒 这就叫火上浇油 这气腻就怎么了呢 就化热了 化热之后 这个女性就会表现出什么了呢 表现出我们刚才所说的 火气特别壮 特别爱跟人吵吵吵 有一点事呢 就特别爱面红木赤 最重要的一个表现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是不是脸上就长痘痘了 而脸上这个痘痘长得不同的部位 就可以看到 是哪个地方的火热 最后夹杂着一些施着 往上蒸 你就出来痘痘了 所以在月经前的时候 出现这个问题 你了解了 我们就应该来针对不同的情况 选择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调整 举个例子 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是气急淤质 乳房炸 特别爱生气 或者是气憋着 不想往外发 但是呢 老想尝出一口气 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呀 选择一些玫瑰花 是吧 是一个很好的梳干 同时活血制品 泡点水 里面呢 也可以加上一点菊花 来轻轻干热 那么让你这种火热之症呢 能够减轻 顺畅的呢 能够来月经 这就是在月经前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嗯 明白了 谢谢 确实 也是在调干的这个方面 我看到评论区里 也有好多人在说 自己在调干了 好了 互动问题还有很多 那我们还是先接着往下走 一会儿呢 在第二次互动环节 再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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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